對 現在都是戲劇化了一點 真是瘋了 復出 我哪一天 如果眾人得罪我 我就把他的腳本PO到網路 真的是很經典 一定會被 復出之路有沒有成功的案例 我現在講 就是說你這個人要復出 你有沒有價值 就是說我在操作你的人 你有沒有商業價值 我們這次諸葛亮出來 你看到了 他當然有他的商業價值存在 大家都很注意這個人 所以 任何一個產品搭到這個 他一定紅 其實我以前採訪新聞的時候 有一次啊 有一個當年非常紅 在台灣非常紅的一個女性的 包括歌手主持人跟演戲的 她從美國回來 在友台演了一個九點半檔 那天開記者會 開記者會 我們屬於老人家的就做一邊 包括中國時報 民生報跟我都做一邊 那邊年輕一點記者 他一來的時候 你知道 我們有一位大姐就 長過來說 唉唷 這麼老呢 是不是又離婚又沒錢 又回來撈錢 你看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就是說 過得不好 一定是過不好 你回來嘛 你離婚了你才回來 不然你原來這麼好 你那麼紅 你回來幹嘛 好這樣子來講的話 他們的付出之路 那就可能 我們媒體會這樣看的時候 操作的人 他有沒有價值感 他能不能幫他賺錢 那我們這次看到 陳金沛 諸葛亮是已經OK了 所以告一階段 但是陳金沛這次出來的時候 包括陳寧玲在幫她操作的 她的 因為陳寧玲以前是記者 她操作她的新聞的時候 原則上應該都沒問題 從她這樣一錄下來的新聞 以版面的播出來講 算是成功 算成功 但是接下來呢 你的商業價值在哪裡 就是說 包括我廠商 我會覺得說 你陳金沛 譬如說剛剛麗虹說 小孩子看到說 這個 我喜歡諸葛亮這種樣子 好可愛 陳金沛咧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 她的畫面就是 蘋果日報拍出來的 那個垮掉的畫面 垮掉的畫面 包括她昨天的記者會 你實在不會覺得 她有哪一點可以吸引 你真是覺得說我不敢開 她現在可能要做before 這可能動機在做before 因為她馬上去拉平 就是說 後面的商業價值存在在哪裡 決定於這個藝人付出 能不能成功 這個我還要講一個 就是說我們 因為國內的經濟制度有沒有 一直沒有到非常的 像國外那麼專業 包含是 如果唱片圈來講的話 他可能比較有一些分工 那麼我那天 因為我最近拍那個桃花小妹 我就跟朱孝天在聊這個事情 然後我就說 她提了很多的觀念給我 因為我們在聊說 最近有一個model 一直可以上時尚版 他說因為他換了經紀人 那個經紀人原來是這個 可能是平面出身的 所以他平面媒體都很熟 我說那換這個經紀人就對了 這樣就可以賺錢了 可是朱孝天跟我講 他說No 你以為記者出身的經紀人 就保證你可以賺錢嗎 他說有版面不代表有商演 這中間還是有一個 不同的一個距離的 所以他馬上 我說為什麼這樣講 他說有版面跟到有商演 這中間的過程其實 因為你會做媒體這一塊 有露出 可是要去談到商演 那個什麼的配合 那個其實還是要另外一個專業 所以不要認為 這可以劃上等號 我那時候覺得 原來是這樣 我就覺得他講得還滿通的 其實記者出來當經紀人 現在大概在台灣 有11還是12個 記者本身當經紀人 包括當藝人的經紀人的時候 他有一個重點盲點在哪裡 他當然在媒體宣傳上面 都是朋友嘛 OK 然後 但是你再去接觸製作單位的 接觸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頭要低下來 低不下來 比較不容易 你曾經是人家是捧你的 現在變成 你去拜託人家說 給美人演這個角色嘛 這個 那個 所以藝人當 那個經紀人 經紀人是記者出身的話 他的盲點就在這個位置 所以剛剛講說 商演不見得有 當然啊 我覺得 我最近看到一個新聞 這個有一點扯遠 其實也不遠 就是中國 他要成立一個CNN 對 中國要成立CNN 他花多少錢你知道嗎 花人民幣500億 人民幣500億 是等同於台幣2000億 要做一個中國的CNN 奇怪花那麼多錢 弄個中國的CNN 請國家之力 很好啊 叫他第一條訪問熱比亞 這才不會不幹這事 那是CNN 對 可是他為什麼要成立 中國的CNN 後來他講兩件事 第一個事情是 他要主導世界的話語權 第二個事情是 現在的CNN 對中國的批判 充滿了西方觀點 對這樣 OK 中國終於覺醒 他認為什麼 他認為我做了很多善事 或中國的崛起 那個事情不等同於國力 國力是什麼 國力是我能夠解釋 全世界應該是什麼價值 這個事情 對 才是重要的 所以他忽然發現了 我要講的話語權的意思就是 回來我們的節目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能夠在舞台上講話 你就是主導了話語權 所以我才剛才跟立鴻講說 你也許不會 就是有一天你都不上節目了 你沒有話語權 別人罵你 你沒有為自己辯護的空間 死貓死狗不會有人聽 不會啊 你不是還有一個當事人澄清專線 沒有 我跟你說 如果有人罵 其實我跟你講 那像這種投票信節目 也沒有澄清專線 在媒體界 有人罵你就代表你還紅 對嘛 虛構沒人看 虛構沒人看 如果今天我們已經離開這節目了 當然也不會有人罵你 因為你什麼都不是 我幹嘛罵你 所以我倒覺得就是說 為什麼很多人講要裸退 下台真的要靠智慧 不管在任何一個舞台上 下台要靠智慧 要偷光裸退下來 沒有 偷光 就是要很那個 你也要放下 放得很乾淨 你不要再想說 你不要想說 你還要再找機會再出來 你心理建設完成之後 你下台的身影才會 為什麼今天提商界題 政界題演藝圈 其實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也是人 有一天 我們真正沒舞台的時候 我不曉得我們會有 會不會失落 失落 再來是什麼 會不會想回來 第三個事情是 心會囂囂 這個事情讓我 就稱讚美人 美人你休息一年 十個月 十個月嗎 沒有一年 有沒有想過 其實很多人 其實是會害怕的 害怕什麼 你位置被卡掉了 你回來你並沒有為自己 在表演的空間了 但是你並不害怕 你又回來 這個事情其實是了不起的 很多人你叫他去休息一年嗎 我也不敢 沒有 十天就覺得壓力來了 十天要說十個月 我覺得人生很好玩 我因為在四十歲的時候 做一個這麼任性的事情之後 大家竟然讚美成這樣 我回來真的得到很多人讚美 因為我打算你要接受讚美 我也要去休息一年 我幫你收聽 這樣嘛 收聽 收聽 回來不講講講話嗎 對啊 如果是金城武來採主持 立豪你就坐過去一點 我剛剛講的是話語權 我要講的是 為什麼連戰還在奪共論壇 他其實就在主導話語權 他還去馬里蘭大學演講 對 還有蕭萬長 他多久了 他出來再選副總統 雖然他現在得到 那個什麼 廢線來 廢線來 對不對 有一個人就完全沒有話語權 可是大家是 已經 我剛剛要想他的名字 有一點忘記了 你知道嗎 李元醋 他完全沒有話語權 李元醋真的是不想 他不想碰 他那個個性是 我不碰我就不碰了 對 所以他是 完全 完全基本上 他在苗栗已經跟 跟台北政壇 完全幾乎都已經沒有聯繫 連戰幾歲了 年間二十三年出 二十三年出 二十三年出 現在是九十八年 對 七十八 七十五 七十五 二十三年出 九十八減二十五 七十五歲 七十五歲 虛歲七十六 其實真的應該 我要休息了 爸爸 走路都騙了 真的 我都騙了 你知道 站在台上的人 沒有舞台的時候 一種感覺 這個是沒有舞台 可是我講說還有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層次 我記得是孔子講的 人不知而不韻 就是韻怒的那個 對 不生氣的意思 就是說 經常為什麼要那個東西 就是說 我要表達我很清楚的想法 可是你知道有多少人 在媒體上面看到 也許他是一個當事人 他發現大家對他的一個誤解 然後他能夠不韻 這件事情是 是很困難 很困難 我們靠什麼心理課程 什麼可以度過嗎 沒人 這種失落感 我再問你一句話 文婉 你在家裡面看著手機 會不會講 今天怎麼都沒有人打給我 發給我通告 其實我 剛剛鄭大哥提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 因為我有一直很自我標榜 就是說 其實第一個 我根本不是很care我 是不是每天可以上去 我有通告 然後或者是說 人家看到我是不是還認得我 我是誰 可是你知道嗎 後來我做了一個測試 我發現講得很容易 做得有難度 很難 為什麼從一個小 你現在可以嗎 好 先休息 先廣告 真的 我覺得很難 我很誠實地說 講得容易對不對 我現在就在講我自己 我現在我們都講 我們可以放下 可是真的有一天 你真的可以